DooDoo妹日前正式宣布离婚后 将名字改回本名李明珊 准备重新再出发 四日晚间 久违开启直播 才刚直播就涌入一万名粉丝观看 可见离婚后的他人气依旧不减 最高峰时段有三万人同时在线 可说是相当惊人 而这一次他也在直播中 开向自己在台中的新公司 并销售自己本来打算 整个办公室都要粉红色 但他姐就问他 你有顾虑到员工的心情吗 不过一开始看装潢不够粉 他也是请师傅擦了粉红色墙面 这是要让少女心够重 而在直播当中 他也穿上粉红色夹克背心 和新公司的装潢超搭配 让粉丝看了纷纷笑说 真的是粉红魔人 很三发 少女心 我跟妳讲 我有那种就是 满满的少女心的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毕竟我还是个小少女 好不好